最亮的可以听我解针 继续地为我放弃 不是一个温暖的说明 别得意啊 我可不是因为那个才想吃辣的 我是听人家说 女孩子多吃辣的 对皮肤好才要吃 好 嗨嗨嗨 看什么呢 要是看看上这来的女孩皮肤都怎么样 反正想你就想 黑咖啡那么浓 没我的心动 没有人的权 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 月亮哪可以听我解针 继续地为我放弃 谁啊 什么谁啊 快吃吧 快吃 这是快吃的东西吗 烫死我呀 那就慢点吃 又要胡思乱想了 我不就是多看他一眼吗 我错了 往后不看了 你那是多看一眼哪 还塌塌的 他是谁呀 我哪知道他是谁呀 你看 这里好多东西呢 你最爱吃的牛板叶 再煮就老了 别闹了啊 吃饭生气伤身体 生大气就更伤 来 你越这样 就证明你越有问题 还想让我发誓呀 赶快吃吧 小波 哥们儿 听说你出去学习了几个月 就带回来个媳妇 从此以后就消失了 嗨 美女 你真有魅力啊 这是我爱人壮丽 你可要花舞 我们的欧丽 我没有办法守护 多清纯的眼睛啊 难怪 这才是小波要找的女孩 但是我的全部 孟大 走走走 回去 我跟你说了不让你过来呢 对不起啊 她可能又在这儿胡说八道了 我告诉你 小波 你别以为她心里 对你还惦记着呢 她这也就是心里不平衡 其实心里早有人了 你瞎说什么呢 我心里怎么不平衡了 我就是想过来看看 她找的媳妇是什么样的 人家是比我好啊 多文静 半天不说一句话 你是想说我是哑巴 要不就是不会说话 我爱人是展览馆里 最优秀的拍卖员 她的语言不但丰富 而且还具有煽动性 虽然她每天面对的 都是有钱人 但她不爱钱 更不会崇拜那些 发了点横财的爆发户 说什么呢 你过了吧你 明明是你把人家甩了 现在媳妇都娶了 还这样挖苦人家 你以为你自己是穷王蛋 就了不起就勾容了 给孟楠道歉 你放手 放手 谁让你管的 园里他们 他们喝酒了 赶快走吧 不行 今儿你不道歉啊 我就收拾你 你收拾谁啊 逞能是吧 对 今儿这能啊 我就逞病了 来 孟楠 过来 来 给孟楠道歉 咱也出入这口恶气 我有什么气要出呀 你们别闹了 晓波 对不起啊 你怎么还跟她道歉呢 这又不是你找不着她 成天在我老大那儿 忽天抹累地骂了 我们俩的这儿 你们跟她瞎掺和什么 不是我甩着她 是她 那我也没说甩你啊 我只不过是跟别人出去吃了几顿饭 是吃饭吗 你脖子上的项链 手里提的LV的包 哪儿来的 人家也没跟你是 屁都不放一个就把婚结了 我结婚怎么了 我愿意结婚 我爱我老婆 你不道歉还吃你的是吗 我今天 我今天 你要不把小波放开 我就打120报警 孟丹 我替小波向你道歉 不是小波非要娶我 是我非要嫁 如果他伤害过你 就全算在我身上 对不起了 EN Meu爱 这回真的差点去了天堂 人真是很脆弱 就这么一瞬间 行了 快点把嘴竖说 这可是你定的规矩 不刷牙不能接吻 从天堂回来的人 不该迎接一下 在这儿 你说在哪儿 那儿 那儿 好 就那儿 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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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孤单 面被彩虹那没有你 也会暖恼 你是我 你是我 生命的源泉 也是我灵魂的一半 为了你什么艰苦 小波 往后我不让你再发誓了 放心 我总会从天堂回来的 我们回家吧 你说得对 我们不是在热恋 我们是要相守一生 再热的温度 总有冷的时候 我害怕冷 还是恒温最好 宝贝 快点 快点 看美的 什么事啊 想干吗 我可还没吃饭呢啊 想得美 我今天上医院检查了 没怀孕 没怀孕有什么好美的 没怀孕有什么好美的 就明你没本事 你瞎说 人家医生给我全面检查了 说我特好 就算是安全期也会出问题 以后咱就这样 一到这几天你就睡书房 那不行 不睡了 那行 我睡 更不行 庄里 我想好了 咱就生个小孩怎么了 就算咱现在经济收入还不稳定 可咱也从来没想发大财啊 咱俩追求的生活 不就是这样的吗 你真的这么想了 行 不过不许反悔 别动我坏了孕 你又想孩子跟我们受罪了 房子房子住得不安定 营养也不能是最好的 还有将来的教育 没问题 我现在开始努力 公司最近接了几个项目 经理找我了 打算让我多接 因为之前的几个创业 客户都相当地满意 还有双休日我可以去做家教 我了解了 现在很多家长都改了方向 不学钢琴了 一个是多 一个是不实际 我就知道这一天不让你加班觉得无聊了 不行 我宁可晚几年要孩子 也不让你每天半夜回来 还打算双休日也不在家 那家就免了 那也不行 反正我们还年轻 不急 人家说了 大人越成熟 生熟的小孩就越聪明 我们要生一个聪聪聪聪明的小孩 小波 你们经理找过你吗 什么我们经理 你谁啊 你干吗呀 还生气呢 我孟丹 你们公司刚接的那几个项目 是我拉过来的 我跟你们经理已经说过了 条件必须是你做 现在老板都已经到了 人家想跟你沟通一下 你早就下班了呀 下班时间到了我当然要走 你再过来一下嘛 都还在呢 都还在呢